送给现场的粉丝了 大家期待吗 期待哈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我们准备了几个比较难的问题 要在现场选粉丝来答 如果答对的话 就有机会得到王俊凯限量版甜心熊 这只是如果不太熟悉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惊奇 更大的惊奇在后面 这款我们雷松里的小熊和小凯之间 有着非凡的意义 它的灵感来自于小凯19岁 生日同款造型 全球限量只有1999个 我们今天要在现场送上三个 来我们工作人员 就是这款 大家想不想样 想不想样 每一个都是有特殊变化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梦的使者 存在着祝福和期许 继承小凯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小凯你觉得 这个可爱的小熊 最吸引你的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外形看起来 就是很好看 很可爱 就是小熊画的 就是都是那种非常温暖的 一种感觉 然后这个花就是 就是永生花 就给金益带来 一个无限期的感觉 好 谢谢小凯的回答 无限期 永生花 而且又有可爱的小朋友 见证着小凯 每一个成长的重要时刻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在现场选粉丝 来回答问题了 谁想当 第一个 我学学生 他们还没给你是吧 我选一个 我们这位吧 这位吧 对 我们最后一个男同志 前面的两位 来 有请 有请我们这个小姐姐 来到台前 来 来 我们工作人员 逆上一只话筒 逆上一只话筒 来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选第二位 我还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摄像机后面的小姐姐吧 扬票的那位 这位吧 我看你那个被摄像机 被摄像大哥打得死死的 是吧 在这里 在这里 来 在这里就好 OK 还是要去小凯后 一起来考验他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送分题 我刚才也说过 我们人生物理的slogan是什么 是那个信者得爱爱是唯一 信者得爱爱是唯一 黄先生收起了大拇指 回答正确 哎呀 这个被分点了 让大家都知道 还是关于小凯的问题吧 今年小凯在车晚上 给大家带来的什么 结果 没问题 说得对 说得对 说不说 但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好 我要问你 就是正式问你了 小姐姐 我们这个问题有难度了 小凯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 是哪一年 应该是2016年 是吗 你问我呢 是2016年 小凯来公布答案 是不是2016年 是的 小凯在2016年 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 都不排在 春节这么重要的时刻 所有的朋友们 一头度过 那恭喜这位小姐姐 也答对了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 同样送上一只 我们限量版的 可爱的小熊 恭喜 恭喜 也稍多留步好不好 又还有兴趣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名额 我们这边选择 第二排的这个好不好 第二排您 来 带火的这个 对 来 对对 希望各位拿上话筹吧 不许看看 他都不让你看 他都不让你看 那多么尊重 哇 转个身来看 那你现在心情如何 我们的麦克风打开一下 心情如何 特别激动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啊 我要问一个 问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了哈 我们 第一个问题 请问 Race Only 专门为小凯定制的产品是什么 专门定制的产品是什么 哎 不是 应该是 线量版的甜心熊 甜心熊 这一个答案有两个 必须都说出来 还有 幻蓝玫瑰 幻蓝玫瑰 对吗 没错 是不是 回答正确哈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小凯 首次和Race Only 结缘 是在什么时候 拿了 完了 我记得应该是在2016年的3月份 2016年的3月份 因为我一直有 专门为这三位 心里的产品是什么 这三位 马上要穿着假训结束 这三位开光大集 工作顺 然后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福如多汉 树品南山 然后天天开心 好 送上了很多祝福 对不对 其实说的是送给你们三 同样要送给我们所有 一直支持小凯的粉丝 那再次掌声 感谢我们这三位 热气的粉丝 谢谢 恭喜 恭喜三位 下午 我们的福利是一层又一层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场的朋友 小市长和小凯 照一张 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